投资有看投APP上的蔡玲玲的锦囊 欢迎大家一起来关注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今日股市由老凤翔特别呈现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 颠红尾 欢迎收看由老凤翔冠名播出的 今日股市节目 今天的市场是冲高回落 有人说今天上午还是 一片牛市的景象 下午突然之间就让大家感受到了 熊市的冷漠 市场在加速以后 创出3400点的反弹新高以后 今天下午的杀跌 让很多人有一些恐慌 在昨天节目里面 我在最后还说到 昨天节目的三位嘉宾 都一致看好中特固 然后我在最后说 我说当大家的情绪 来到一致化的时候 会不会引发一些 比较宽幅的震荡 没想到今天就来了 同时呢 昨天最后的选票 大家还记得 说市场能够进一步短期 不断创出新高的 达到了68% 这种情绪的一致化 往往会使得市场出现一些震荡 那么在震荡以后 该上车 还是要逃跑 我想这是今天很多人 最关心的一个内容了 先把今天的两位嘉宾 介绍给大家 一位是张运磊 一位是李琪琪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市场的整体的情况吧 今天的市场的 总体的指数的表现 全面是下跌 跌幅最大的是 科创50指数2.18 之后呢 是上振50指数0.6 创业版指数跌幅是1.2 深圳城址0.9 上振指数跌了1.1% 也从整体的指数来看 上振50的跌幅 还算是偏小的 成交量今天是放量了 今天的成交量是12243亿 是近五个交易日以来 最大的一天的成交量 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们等会可以 请两位嘉宾来聊一下 看看今天的这个 涨跌停的加数 上涨是 涨停的加数是24加 跌停加数大幅度增加72 我看了一下 今天大量的ST的股票 是全面跌停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上涨和下跌的加数比 4199加对837加 赚钱效应 17% 很显然今天是一个 接近普跌的状态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微信调查的题目 指数新高后放量回调 短期开启调整 还是人能上行 A 开启调整 中字头在快速拉升以后 有整理需要 B 仍能上行 中特估仍是近期的 做多方向 好了 今天的盘面 我们刚才介绍过了 整体今天是一个 先扬后裔的走势 我们就从今天 大家最关注的中特估开始 其实中特估的行情 从节前就开始了 而且其实持续了一段时间 最近其实是有加速 昨天我说了 昨天三位嘉宾是一致看好 而且看好的程度 我觉得有点太大了 所以昨天我最后说 我说情绪的这种感觉 有点不太好 所以今天的这个调整以后 我想很多人会产生分歧了 所以今天我想 第一个问题 无疑就是大家在这个位置 看到这样的中特估的调整以后 整体的感觉 两位怎么看 张晕你先来吧 我觉得今天中特估的 这种宽幅的震荡 就是说虽然说 从赚钱效应上来说 或许今天早盘 如果说你去买入中特估的话 那么可能最终的结局 不是太好 但是我觉得 从目前大的一个 整个市场 从更高的一个高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反而是一件好事情 一方面的话 我们想如果说今天中特估 继续高举高达 那我相信整个市场当中的 吸睛效应 会更明显 另外对于指数的拉动的作用 也会呈现出一个指数的 一个加速的一个上扬 甚至我们说指数的 逼空性的一个效应 这样的话 我们说到了 这种两极分化的格局 使得整个一个市场 那整期出现 这种加速的一个上扬 那我们说短期的这种风险 也会越来越加剧 所以我觉得在3400点 一个我觉得 今天这样一个 宽幅的一个震荡 将短期的一些 博弈的资金 从中特估里边 把他能够 把他 能够把他 能够让他出来 洗一洗出来 那么像 这样的资金的话 他让他选择更多的一些余地 那我觉得对于 整其他的板块 或者整体的市场 更为的有利和健康 那么另外一点的话 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现象 就是目前从中特估 这个或从节前到现在 一个中特估这些品种 或者说上证50的这些品种 应该是今年以来 我相信上证50 是各大指数里边 走的是比较的弱的 那么最弱的品种 它都有了一个补涨的机会 那么只有我们应该 从另外一个维度 去考虑问题 那么其他的那些品种 如果说一季报 或者年报增长都是不错的 所以我们说其他 比较确定的 或者受益于一些 经济复苏预期的 我觉得是不是它的机会 会同样会来的 比较大一点 张英文这个表述 我的感受是 第一你认为上证50 现在的这个上涨是补涨吗 我觉得是一个补涨 偏向于是补涨 那上证50代表的 这个中特估的这个板块 他们应该不算是补涨 就是其实刚才我问的 第一个问题是 就是如果现在是 在这样的走势下 你觉得整个中特估的 这个行情到了这个阶段 今天出现宽幅正道 你觉得是开始进入到 尾声阶段呢 还是无非是三种 第一种是刚刚开始 第二种是我们叫 很多人叫空中加油 对不对 第三种就是尾声阶段 你觉得偏向于是 哪一类呢 我觉得第一 先说一下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我说的 它的这样一个补涨的话 是相较于 其他的一种风格 其实从今年到现在的话 更多是偏向于一些 我们说中小市值的 或者是一些题材概念的 数字经济类的 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 包括我们说年初 一波医药股 它也有不错的一个涨幅 所以如果纵犯一下 整个一个市场的话 我们会发现 唯有这些大盘股 包括像银行的保险 它还在低位的位置 所以从风格上来说的话 它应该说是一个股长 另外一点的话 我更倾向于在这个位置 中特股没有结束 它是我觉得 它是表了一个态 就在3400点这里的话 我是能够将整个市场 拉到3400点 因为之前我们看到了 其他的一些板块 再怎么轮动 一直在3400点的一个下方 只有靠这些中特股的权重股 或者说金融板块 那抬升指数 才能让整个一个市场 上一个台阶 我觉得在这里的话 以往我们说 一些牛市的行情里边 往往首先消灭的说是低价 或者是迫近的那些品种 那我觉得中特股 它就是一个迫近的一些品种 它是将整个市场里边的 整个重心抬高 消灭了一些偏低位的一些 当然我们撇开那些ST 我们不说 那么我觉得在这里的话 它是需要一个短期的修正 修正好以后 我觉得为了他们要稳定3400点 还是要靠中特股的这些 所以中特股的行情 你觉得没有结束 但可能他们震荡以后 会让其他的一些品种 也会适当的有所表现 我觉得它是传达了一个 积极的一个信号 就是市场的分享标 我已经指引了 那么接下去的话 就看你外面增量资金 有没有充足的信心 我能够将市场上 最为权重的一些品种 都能够拉抬 那何况其他的一些品种 我觉得是传递了积极的信号 所以张云蕾的意思是 中特股更像是 从之前的后卫变成了前锋 然后前锋带动以后 能把整个市场都带起来 我们来听听李琦琦的这个看法 刚才我在报纸数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现象 就是今天跌幅最小的 最后居然是上阵50 因为今天大家看到的感觉 是中特股是全面下午调整 但是今天最后跌幅最大的 我看了一下是科创50 其次是科创业版 所以今天肯定是没有形成切换 今天是一起跌 而且最后跌的最少的 居然是上阵50 这个有一点奇怪 怎么看整个中特股的 今天这种调整呢 这样就是中特股 是整个过去可能几周来的 一个主线行情 它已经取代了AI 然后数字经济成为就是 可以说是所有的资金 所有的板块 都是处于一个失血效应 然后资金呢 不停地往中特股方向去 有点像上一轮的AI和数字经济 它的就是红锡效应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走到今天呢 就是因为今天产生了一个 中特股的一个冲高回落的 普遍的一个冲高回落 那么我们把中特股 很多中字头 我在盘中快速地看了一遍 在K线形态上面呢 大致呈现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上影线 然后日线的状态是一个阴线 倒垂线的阴线 那么收盘后我听了一些观点 可能有人从技术形态上认为 可能出现了一个像黄昏之星的一个形态 在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上升段之后 出现了放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态呢 可能从短期技术上来看 可能是需要大家提高警惕的 但是就是我也在思考 就是中特股从今年年初开始走到今天 其实它的行情是连续的 我认为不是脉冲式的 可以说在每个月切换一次方向的过程中 中特股始终是今年的一个 或是主线或是次要的一个主线 或成为背景上当中 其实它很多板块一直是在不停的轮番上涨 其实它们一直是很稳健的 只是最近加速 但是呢就是我们也要看 就是在中特股这一波行情的最开始上升的 像电信运营商的三大运营商 其实像电信移动和联通 你去看日K线的话 在这一波的过程中 其实只有移动短暂地打出了一个 就是日线级别的一个新高 然后联通和电信 其实已经较长时间段的呈现一个比较 应该说是一个高位震荡 足迹的有一点点回落的形态 但是也有很多人把这三大运营商 是认为是两类东西相加 就它不仅仅是中特股 还是数字经济相关 对 所以就是我想说的是 就是在这波中特股的第一梯队 就是电信运营商来看 其实它打到就是一个阶段性的高位之后 它呈现的K线的走势 还是一个在高位盘整 落实盘整的一个态势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联想到 就是目前的像金融为首的中特股 包括像建筑 包括像各个行业 我看到像高铁 各个西风行业都开始中特股有行情了 那么是不是在一波的脉冲之后 也会呈现一个高位的盘整 这是我就是简单的从K线的类比上去看 但是如果就是更深层次的去思考的话 其实我们看过去三年 其实经历了一个就是货币的一个 快速的一个放水 然后到一个货币的快速的收水 这样一个利率上的一个极致的一个摆动 那么对应的呢就是20年到22年 我们看到了成长 其实包括就是用DCF估值的成长股 它有一个极大的估值抬升 这对应的是前半段就是利率放水的这么一个周期 但是到了去年就是大概8月份以后 我们看到了价值的 可以说是阶段性的占优 到今天为止都是价值占优 那么在成长和价值之间呢 我认为目前走到一个什么阶段呢 其实我们也要看一下就是海外的一个周期 就是我们看到美联储在这一次的加息过后 那么市场至少不会认为美联储在 目前这个5.25的水准上会有大幅度的太高 可能就是最后或者最后倒数第二次的一个周期了 但是呢对今年就是可能会降息的预期 也是可能是比较低的 因此可能在今年的后半段的时间段内 就是利率一直维持一个比较高的水准 但是呢经济处于一个小幅衰退 也就是在海外呈现了是一个滞胀的周期 对应的我们国内呢就是一个弱扶苏的周期 所以如果处在眼下这个利率摆动的中摆来看 我认为处于一个叫紧缩的尾段 然后再次放松的早期阶段 只能说是早期阶段 目前没有看到更多的证据会马上放松 所以我认为就是你现在单边的压住价值 或者单边的压住成长 我认为都是有风险的 最好就是两边下注 如果你以海外滞胀的周期来看 就是你可以去压住一些 因为滞胀毕竟还是有胀嘛 你去压住一些上游的周期股资源股 我认为这是有必要的 然后这是我认为就是价值当中 我更倾向于去上游的资源股 然后在成长这一边呢 我认为待会我展开来讲的话会讲到一些机会 就是我认为就是现在是价值和成长的十字路口 两边都有机会 这一边呢就是可能它还处在一个价值占优的一个 偏后期的一个阶段 然后成长那边呢 你还是要提防就是如果 就接下来中摆回摆的过程中 目前毕竟成长已经给出了一个 低位的一个价格的折让 所以我认为就是低位其实能够覆盖一切的空 李季奇的看法是接下来的市场会更均衡一些 对对吧 总体是会一个更均衡一些 今天两位嘉宾明显啊 我觉得在情绪上肯定是不如昨天的三位嘉宾 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先从中特股来聊吧 在过去的几周其实有很多的朋友 包括客户一直问我 跟老师到底什么是中特股 一直到昨天为止 就是昨天我觉得是一个比较 比较大的一个时间的 我们不能说时间窗户 就昨天给我的盘面是只要是中字头都涨 包括很多军工的股票 所以我当时跟他们理解的中特股 我当时跟他们说 我说中特股的 我理解的第一个概念是低估值 高峰红或者市盈率比较低的一些企业 我们当时最早看到的 刚才李奇奇说到三大运营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理解的这一波中特股 第一波是其实是两桶油 大家可以有印象 一直在涨对吧 今天也是出现了挑战 然后是三大运营商 然后是基建 然后是金融对吧 所以到昨天为止 所有的中字头在涨 刚才我们在节目前 我还看到有一家中字头的 出版社的公司 出现了股东的减持 然后我一看这家公司 市盈率200多倍 市盈率6倍多 就这个股票也算是中特股 然后我看了一下 它的涨幅还真的很牛 在过去一段时间也涨了一倍了 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先来聊一下 其实我看了很多的卖方的报告 写中特股的政策背景 写人民币国际化的背景 就有各种各样的异美之词 但好像从来没有报告 真正的去把中特股 做一个大概的框架 就如果我们现在 刚才这个张云脸说了 其实觉得没有结束 那我们如果要上车的人 在你的眼光里面 中特股怎么去做一个选择呢 我们就是还是以股息去选 还是以破镜去选 或者以什么样的行业去选 有没有想法 我觉得首要的应该是以破镜为数据 还是先以破镜 其实我觉得最能够代表中特股的 其实应该是在银行里面 因为我们说银行的话 应该说从目前这两年 整个一个经济的增速放缓以后的话 其实对银行是不具有优势的 另外的话 再加上整个一个 两边的这样一个息差的话 再加上我们看到了 其实没有下来的 这样一个降息的一个政策的话 同时我们看到第一季度里面 银行的存款 积累了大量的一个存款 所以对银行来说是不利的 但是最大的一个优势在于 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市净率 在0.5倍以下的银行很多 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看到银行也好 保险也好 很多都是在一倍以下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去比较海外的 包括像友邦等一些 我们会看见市净率 都是在三倍左右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两者 这差估值会差别那么大 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我们现在这里先撇开 整个利润的增速不谈 首先一点 他们太低了 位置太低了 能够到净资产以下 0.5以下 我觉得不管从哪个 我们撇开业绩增速不谈 都是处于一个非常低的 就是这个弹簧在过去的五年 如果从1819年 这一波行情开始算 过去的五年 被压得太紧了 就是大家炒过白酒的消费 炒过新能源 就各种东西都有过了 好像就剩他们 一直被压着 我倒认为是为了 这些品种 就远远低于净资产的 这样一些品种的话 它一个重塑形象的 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张远你觉得 中特股首先在你的眼光里面 第一批应该是以破镜的 其实也不仅仅还有 包括像基建 包括等等 就是他们这些公司 在弹簧压得太紧以后 至少要有一个释放的过程 至少我觉得要回归到合理的 一个估值范围 但我们不会说一定要回到一 实际力回到一 但我觉得是差不多 我们现在如果是之前在0.4倍的话 我觉得差不多到0.6 0.7左右 那可能是比较合理 那么再上去的话 很多公司其实已经要到了 到了 其实我觉得到石油石化 其实已经到一倍 或者超出一倍了 我觉得可能在石油石化这里的话 两桶油这里的话 它其实估值已经到它的一个 合理的一个位置 那么接下去 我觉得不妨把关注的焦点放在 目前还处于比较低的 绝对为比较低的这样一些品种 那我看了一下 主要可能还集中在银行端 所以我觉得银行应该还 张运力 这个选择我觉得是蛮清晰的 不管我觉得这是 这当然是一个个人的主观的选择 但我觉得今天我说这一段的意思是 大家在买中特股的时候 你总要有些选择 因为太多了 就像我们在之前 做数字经济的时候 大家也要选算法 选算力 选应用 你至少能够知道 我做的这个东西是属于哪一块 所以中特股这个词太大了 我们要慢慢地把它缩一缩 然后在每一次震荡的时候选一些 李奇奇有没有想法 在中特股在你的眼光里面 如果让你去做一个选择 银行股其实一季报 我已经看了不少份了 就是我们简单说一下银行的问题 其实银行在这波的涨幅是非常大的 但是仅局限于六大国有银行 就功能中建 有储 然后交行 对 但然后像你看像一些我们过去意义上的 就是比较资产 客户资产状况比较好的 股份 像商业银行 零售银行 其实这波几乎没有涨 对 甚至可能相比来说 可能它企业率还是往下的一个K线相提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差异 那么我们其实也要做一个标杆 其实如果我们把就是过去的商业银行的标杆招行来看的话 其实它应该说一季报出来是有一些不如人意的 对 然后主要的因素拖累因素呢是两块 第一就是它的息差还是在一个下降的过程中 这是一个同行业性的问题 这是一个就是整个就是我们讲六大国有银行也是面临同样的问题 其实它的息差下降幅度大致大概都是差不多的 第二块呢就是招行过去一直 就是估值比较高的一块主力业务就是中间业务 就是比如说我们讲信用卡 就是跟大家的居民的消费能力有关 这一块呢其实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拖累因素了 就是原来因为它估值高 但是现在这一块缺失的有点多 那么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在一季报公布后 招行它大概的就是净资产收益率 目前下降了很多 比它的高峰时期下降了很多 但是目前还有接近六个点 百分之六 我们就银行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生意 就是如果用一个指标来评论的话 就是净资产收益率 就是因为银行是靠净资本来运营的 它是带有杠杆的净资本运营 其实如果按净资产收益率来看的话 招行依然是目前所有银行的第一梯队当中的可能就是第一 然后四大国有行目前是什么状态呢 大概是百分之三左右 我看了就是六大行大概有高于三的 3.2有的 但是大部分是低于三 2.8 2.7 它的净资产收益率应该说跟招行去比的话 依然虽然招行经不如稀 不如它的巅峰状态 但是依然是处于差了一个 我认为是差了一个台阶的运营资产运营状况 所以市场在选择六大行在上涨的时候的逻辑是什么 但现在呢就是说目前就是六大行它涨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大概目前在以我们不以净资产收益率来看啊 目前仅以就是PE来看的话 大致跟招行还差不到10% 也就是说如果你说估值修复 以什么为标杆的话 我们不知道以什么为标杆 可能会PE修复到1也是标杆 这可能是超出我认知范围 但是我的认知范围是如果招行是1的话 那么现在大概六大行修复到 我认为可能修复到90%到95%这样一个税围 也就是 李七七这个讲法我觉得蛮好的 我们等会节目再来聊 我觉得这一段就是李七七的标杆是在一家 一个行业里面找到相对优势的企业 对吧 然后以它作为一个标杆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方向 所以最近的震荡 我觉得其实是大家对于中特股这些品种 在连续上涨以后的重新的一个评估 我觉得这是我们等会接下来继续聊 接下来我们先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家 加油时刻 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 郑林你好 好的 那么也非常感谢三位老师的分享 也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家加油时刻 我们看到今天各大指数呢 是出现了放量的冲高回落 以中字头为代表的方向盘中 是出现了快速的一个调整 那么相比之下 反而是一些低位的品种 在今天的盘面当中有所异动 那我们不妨在中字头 这些热门的方向调整的同时 把目光放在一些低位的板块当中 那具体低位的方向又应该如何挖掘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提板 其实在今天的盘面当中 我也特别留意到 在中字头等大热方向回落的同时 有一些前期深跌过的品种 却在底部出现了明显的异动 这也与中字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比如说这家公司前期指数上涨的整个过程当中 它其实一直处于一种调整的状态 四个月的时间里面调整的幅度是超过了40% 而且近期股价是在250天年限上方迎来转折 同时下方从暗部旧班技术型指标来看 限价线已经上穿了黄色的底部线 那这也就意味着这家公司阶段性的底部已经探明 而且在均线250天年限附近呢 是有明显的获得支撑转折的迹象 而从机构资金的角度来看 两天里面净买入超过一个亿 那随着K线的转折再叠加资金在底位的仓位回补的动作 而且这家公司还是国内跨境电商中的核心龙头公司 我们刚好可以在趋势转折的初期来进行重点的关注 因此我也把前期经历过深度调整的品种 盘中出现明显异动的方向呢 进行了详尽的梳理 您只要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下载有看透家APP就可以免费的领取到这份重磅的投资资料了 那么通过对于底部的一些品种梳理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发现更多的一些品种 它还是集中在了底部 而且是趋势已经转折 有明显的右侧启动信号的方向来关注 并不是说所有的底部公司 目前价格低位置低我们就可以关注 那比如说这家公司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题版 我们看到其实这家公司呢 也在近期是出现了一定的调整 从去年的11月份见到高点之后呢 是出现了一路的调整 半年的时间调整幅度是超过了57% 可以说在调整的过程当中 风险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释放 今天盘中更是逆势上涨 一举突破了大级别的下跌通道压力线 右侧启动信号已经非常明确了 而与此同时下方的超级资金结构线 更是在股价还没有见底的时候 就已经在逆势的打压建仓逆势布局 而机构资金三天里面也近买入超 9000多万 那么在高位品种大幅波动的背景之下 与其去追高位的不确定性 不如把目光放在低位趋势 以及明确转折的品种当中 势必安全性要高 而且短期的弹性自然也不会差 所以说关于更多低位趋势转折的方向 您只要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就可以免费的领取到这份底部的投资策略了 那么最后再来跟大家说一下 昨天重点分享到的数字经济方向当中的大数据板块 我们来看 从整个大数据板块来说的话 今天是受到指数回落的影响 今天在60天均线上方展开震荡 但整体趋势并未发生转变 而且机构资金也没有出现大级别的撤离的现象 所以说对于大数据板块当中 第一位核心的龙头公司 我们依旧可以持续关注 而且高位板块回落的同时 势必会有部分资金会去寻找 第一位确定性高的核心公司来布局 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关于更多第一位趋势已经转折 机构资金又在持续抢跑的方向 您只要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就可以免费的领取到这份重磅的投资资料了 好的 今天的有看透家加油时刻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大家好 您对目前的投资还满意吗 有没有跑赢存款利率呢 没关系 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我们都会送出一份 2023股市投资指南 或许能帮你找到适合当前家庭投资的方向和机会 同样的资产不同的配置 日后效果会大不相同 80年代 摆摊就能赚钱 很多人没事 90年代 买个认购证就能获利 很多人没买 00年代 买房就有收益 很多人不敢 抓住时代潮流可能就抓住了时代的机会 2023年的机会在哪里 如果你还不清楚 不妨扫描屏幕二维码 领取2023股市投资指南 拿到手去看一看 当前哪些方向值得你来投资 今天这份2023股市投资指南 或许告诉你未来有爆发潜力的机会 与其感叹一直错失良机 不如现在就行动起来 立即扫码 领取这份2023股市投资指南 给自己一次机会 老凤翔提醒您 收看今日故事 回到节目里面 我们先跟李奇奇继续聊下去 我觉得刚才李奇奇的这个思路 我觉得是挺好的 就是我们现在在聊中特估的时候 其实大多数的投资人最想知道的是两件事 第一中特估那么多 我怎么选第二是中特估的空间 我怎么看 那李奇奇给了一个 以银行为例 招行应该比大部分的银行 从目前来看还要更优质一些 那如果招行是一倍市净率 那你其他的银行逻辑上来看 不应该比我高 对吧 那如果要涨那就一起涨 所以也可能本周我看到 现在招行一些也开始补涨 对吧 我觉得也有一定的道理 那我们顺着这条路摸下去 那李奇奇如果这样去看的话 你觉得中特估里面 有没有你现在觉得还可以上车的方向 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不要只是把眼光盯着那些高标的中特估 其实最近市场可能还是受限于量化 或者也是资金场内资金还是不够的原因 它其实并没有做很大的扩散 在我看来 就中特估也就是那20个标的在往上 昨天其实蛮多的 昨天其实蛮多 就是一个情绪的高潮 今天就产生了一个重大的分歧 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跟着几条线去走 比如我们看到就是像最近的电力板块 其实电力板块我认为都是中特估 因为电力都是国企就是央企或者地方国企 但是如果说就是在这一轮中特估里面 我认为就是比较有看点的 有业绩释放潜力的电力板块 其实大家可以在电力板块顺着中特估这条线 你不要光去看发电集团 因为你去看它的一级报构成的话 其实它的业绩增长很多是来自于不是火电 而是绿电 就它在绿电上的发电毛利率 大概风电可能做到50的毛利率 然后光伏可以做到60%的毛利率 那么你根据这个思路 你去看往下挖 可以一个是我们现在就是绿电当中的电网销纳 还是个短板 如果发电集团它的业绩上来了 然后投资也加大了 是不是对电网销纳像特高压 然后第二个就是储能 然后再输变电 像一些变压器件 这是一条线 第二就是比如说我们讲建筑 中资头当中的建筑 其实目前涨的 我们不确定就是景气度如何 但是你是不是可以顺着这条线 如果建筑在高标的话 那么建筑所需要用的建材 是不是目前依然在低位 今天我看了一下像东方雨红 或者像水泥 很多都是在低位 然后你另外一条线像高铁 那么是不是高铁当中的零部件企业 依然也是处在低位 这些公司如果说它的上游公司 已经走出一个景气度 可能股价走在行业景气之前 那么如果行业真的产生景气复苏的话 那么我认为它所带动的可能有一批公司 可能它的面具要比那二三十家要广得多了 那么我认为很多都是处于低位的 而且是有业绩释放的潜力是存在的 所以如果景气度恢复的话 我认为大家可以把目光 从第一梯队的中特孤 衍生到就是中特孤 它背后有一条产业链 产业链当中的公司 我认为处于低位的 大家还是可以去挖掘的 李介习的思路 我觉得不仅仅是以中特孤的高标为主 它更多的还是以行业景气度为主 对 就中特孤如果干拔孤值的话 我认为逻辑上是有缺陷的 那么我们是不是找就是中特孤当中 有行业景气度配合的 那么顺应的就是你挖掘 这个产业链上的逻辑 我认为可以挖掘的更多 我觉得李介习的这个思路 我觉得就是更多的以行业 以企业的角度 然后来叠加中特孤 如果中特孤我觉得确实 如果中特孤很多人把它当做END 那么现在刚才张云里说的 就是它弹簧压的太多了 它有个放松 那么按照李介习说法来看 它就是干拔孤值 那干拔孤值有个度 如果以招行为例 那么其他的银行拉到 0.7 0.8倍市净率 也差不多了 当然还有些银行 可能还有0.4 那还有空间 但总体来看 空间感没有那么大 那么不如我们找一些 相对还有些增速的 成长的一些行业 这里面也有很多的国企阳企 中特孤的面太广 那么可能你做起来 就会更舒服一些 我们中特孤这个话题 先聊到这儿 接下来我们跟张云里聊聊 张云里说 如果今天的市场的震荡 资金会有一些分流 那可能就会分流到其他的方向 我刚才听到你说消费 对吧 其实最近的消费走得不太好 我看到一个是 节假日后的旅游酒店 出现了调整 航空也出现调整 第二方面是看到部分的 可选的 其实也出现了调整 除了药毛 好像最近涨价了 我看到出现了一定的上涨以外 所以接下来你觉得消费可以布局吗 我觉得消费要积极布局 要积极布局 对 特别是在二季度 那么或许在当时年报公布前夕的话 市场的关注都在A.I.Chart GPT 这些数字经济类的 那么这些品种的话 它并没有业绩 那么其实说最近的中特孤 我觉得它的逻辑 也并非是从基本面做手 更多的可能是从长期以来 这种估值被压抑的角度 再加上我们说的中特孤 这样一个名词冠名 所以它基本上跟目前的 当下的经济也好 因为我们说银行 它也是个周期性行业 它其实如果真的要起来的话 我想现在应该不是一个银行股 该起来的 我们从行业经济的环境上 宏观背景来说的话 并不是银行该起来的时刻 所以它应该是脱离基本面的 那么我觉得这两个脱离基本面的 如果它第一个 A.I.A.这些已经告一段落 我这里下一个结论 告一段落 另外一个从中特孤来说 我觉得应该还有机会 但是毕竟它是有天花板 刚才李季说了 招行一倍 市经理一倍 那其他的品种 石油石化 两桶油也已经一倍了 那我看了一下 唯一可能估值还是比较低的 可能就四大行了 那这些品种本身带有权重 猛拉的话 对于指数 我觉得也并非是很有利 所以我觉得接下去的资金 它会回归到理性的一个状态 关注到业绩增长 那么从一季报来看的话 我觉得当然一季报最出色的 因为我觉得比较出色的 我们不能说最出色的 我们说消费端 特别是吃的这一块 当然还是有些旅游 当然旅游的话 之前我也说过 就旅游受时间 这个节点影响会比较的大 所以在这里的话 我就不建议大家 要再去关注旅游 旅游的话一定要契合十点 比如说五一前 或者说十一前 或者是主假 下一次到九月份 九月份 那么当然我们不是说 消费里边只有旅游 当然我觉得还有 跟大家名声息息相关的 我们说吃的方面 我说旅游里边 当然旅游 消费里边 消费为王的 当然是酒 白酒 白酒最近的走势 其实也不是说一直在跌 就是有点黏 对 因为白酒里边 我们看了一下 一季报是有风化的 我们说茅台超预期了 预计19% 实际20% 五粮液 我觉得也是略超预期 但是大家如果看一下 那么大家如果说 思想上的超预期 可能是远超预期 当然它是略超一点点 125亿的利润 那其他有一些 粉酒也超 当然我们看到了 有一些其他的 老白干儿之类的 它没不及预期 所以它里面是 内部是有风化 一旦有风化的话 资金会有犹豫 当然短期来说 资金把关注度 又放在了中特股上面 之前可能是AI上面 但我觉得 是金子总会发货 特别是我们说到了 去年的二季度 零零种种 我们都知道什么事情 那么现在的话 整个二季度 我觉得全部起来 人流量 商业活动 所有的一切 我们说到的 都起来了 当然这是 我觉得是一个 大的框类的白酒 包括另外 像夏天来临 我们说啤酒 它的销量 因为说每年的夏季 都是个啤酒销量 有忘记 那么我看到 最近啤酒 也在回调 那么另外一点 我们说的一些小类的 一些小零食之类的 它其实也是 我们看了一季报 非常之不错 我觉得这是被忽略掉的 但是我觉得 整个市场 如果说对于 之前的一些高位的品种 资金如果说有风流的话 它会把关注的焦点 放在整个一个 业绩增速这一块 所以我觉得 我放眼现在的话 因为现在目前 我们看到了 从经济的整体层面来看 没有出现明显的 我们刚才还说是 弱辅数 但是唯一增速 比较确定的 我觉得二季度 我能够看到了 只有在消费端 消费端里边 另外的话 我觉得这里的消费端 是一个大的消费 其实它包括了 部分的医药 因为去年时候 有一些 我们说到了 一些西药类的 受能源的限制的话 它我们说 蒙诊量大幅的下降 那么我们看到 最近有一些 西药类品种 它也出现了 明显的一个上涨 当然它这个上涨的话 它有一定的隐蔽 就是说 它不是说 连续性的拉升 它可能是一段上涨以后 可能是 伴随了一部分的洗盘 然后再跋升一个高点 所以它不太受人关注 但是我觉得 整个一个市场应该回到的 一个有节奏的 上扬的一个过程 而不是像之前的 连续性的一个逼空 这样的话 对于整体的市场的 充满了消化 这个下液整个市场的 成本的重心的一个上涨 我觉得反而更有利 所以我觉得 可以关注还消费 确定性强 张悦来刚才提到了 很多消费 包括白酒内部的 消费的分化 其实我们来听听 李琪琪的这个说法 其实刚才说到 招行的信用卡 其实信用卡业务 其实就代表了 消费的另一端 所以当刚才李琪琪在说到 这个白酒的 不同的业绩的时候 其实我脑海里反映出的 就是在经历了 三年疫情以后 很多的居民的 整个消费的欲望 消费的分化 是比较明显的 之前其实医药股 也有过一些行情 但总体如果大家去看 医药的指数和医药的ETF 其实就是涨上去又回下来 涨上去又回下来 过去一年反反复复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一季报的基金的持仓 新能源降得很快 消费好像很多人说 降的还不多 所以这也卡住了 很多人对于消费的预期 觉得公募基金钱都在 消费里面也没有退出来 会不会有更多的人买进去 李琪琪怎么看这个消费 就消费 其实我目前并不把它 作为首选标的 就是因为目前 就是我们看到的 就是比如说 五一的初心人次 以及总的五一的 消费金额来看 其实呈现了一个比较显著的 就是人流是恢复了 但是消费能力 并没有恢复到 2019的这样一个状态 昨天的嘉宾也提到了 就是穷有了 现在大家 对 我们就不去定性 但是就是数据说明一切 就是目前应该说 就是消费里面像白酒 就是我以前也是 比较看好白酒的 但是白酒 我们不得不 还是再次提一下 今天提到白酒了 就是白酒其实过去 就是地方酒向全国扩张的过程中 其实铺了非常多的经销商 然后它的过去 比如说像一些次高端的白酒 我们看到 其实连续两年的业绩增速 都在100%以上 其实实际它最终卖掉多少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至少它发货是发了那么多 其实现在看来 就是很多压在经销商渠道环节 有点透支 所以这两年的增速会回下来 对 你现在就是 目前如果渠道的去库存 没有完成的话 就是它的 我们已经看到 就是一季报有些酒期 已经反映了这样的问题 可能没有反映这样问题的酒期 我认为在二季度 因为三月份以后 就是白酒的一个淡季 就是二季报 其实我认为是白酒的一个淡季 比如像茅台 为什么这么强呢 是因为它这几年 一直在做一个 叫线上直销的一个动作 其实它的增量 主要是来自于线上直销 它对传统经销商的发货 其实这几年一直保持在一个 比较稳定的量 其实并没有大的增速 所以就是它当中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分化 就我们不提白酒吧 就是我也说说 我比较看好的东西 就是 其实大家知道 就是我一直比较看好新能源 其实上一次 新能源我们等一会儿 首先等到我们接下来一段专门 让笔记起来聊聊新能源 接下来我们先让秦初陈伟 来听听他对市场的分析 陈伟你好 好的 编老师 接下来的时间 我给大家带来两个投资机会 大家可以用手机微信 扫描屏幕上方的阿维码 领取一些名单资料 首先第一个 今天指数的冲高回落 对于趋势投资来说 是认为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那是因为指数周线级别 目前开低阶 还是一个W型底部形态 并且高位持续顿化之后 往上进行金差 如果指数继续上涨的话 那么未来 主线国资的重估 就还有很多潜力可以挖掘 那么昨天我们带来的 国资当中 破禁股的选股思路 大家今天可以继续用手机微信 扫描屏幕上方的阿维码 来领取他们 为什么要关注这个方向呢 那是因为历史上 有过两次破禁股 很好的估值修复机会 一次是2008年的173家公司 一次是2013年的158家公司 两次修复行情结束之后 我们发现 所有的公司股价都回到了 每股净资产的上方 而这次破禁股又处于 一轮修复行情当中 那么眼前还有304家公司 正处于破禁状态 他们当中一些破禁比例比较高 业绩非常优良的品种 未来会怎么样呢 大家用手机微信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 领取昨天我们就带来的 资金抢筹 股价低于10元的破禁股名单 好 这是第一个方向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大家非常关注的是 中特估未来还有没有潜力呢 长线投资者认为 也是有机会的 因为这两年 以美元每债为代表的 避险资产 被投资者抛售 但是一些高股息 高分红的公司 却获得国际投资人的青睐 而我们中国的这次 中特估的企业 明显就是以盈利稳健 以国企居多 分红也比较高 所以市场普遍认为 未来长线还是有很多 潜力是可以挖掘的 那么这次的行情 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呢 到目前为止 从估值底部上涨起算 整个涨幅其实只有27% 但是相对于2014年那波 中特估的修复行情 256%相比 这次幅度还是比较有限的 因此长线来说 这个地方还有很多的公司 是值得挖掘的 那么当时 底哪些公司 值得关注呢 大家用手机微信 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领取中特估产业龙头 精选名单 目前涨幅相对偏少的 一些中特估的龙头 他们业绩优良 股价位置如果比较低的话 那么技术面 也有启动迹象的话 那么很有希望 继续参与 接下来的行情机会 好 大家用手机微信 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领取这第二份名单 下面第三个环节 我们来看一下 具体案例的选股思路 第一个 很明显 前期严重超跌 筑底完成之后 目前正处于 反弹趋势过程当中 该公司是 军工央企集团的龙头 核心中特估受益的方向 转折点来自于一级报 业绩大涨13倍 但是股价却处于 历史级别的低位 目前股价还属于 小于5元的高弹性品种 市场认为 它有希望参与 接下来的行情机会 第二个案例 来自于一个 底部震荡 破位洗盘 目前正处于突破 颈线压制之后的 反弹趋势过程当中 作为能源的龙头企业 一级报扭亏为盈 获得机构 大幅上调目标价 不过目前 虽然小幅上涨 但是距离目标价 还有比较大的距离 而且该公司 目前也是股价小于10元 估值低于5倍的 高弹性品种 市场也认为 未来有希望参与 市场的下一步机会 好 再看第三个案例 目前W型底部形态 完成之后 正处于上行趋势过程中 它的特点 是股息分红 高达13% 同时过去几年时间 业绩增速高达4倍 好 这样的一个案例 是目前全世界投资者 都非常关注的对象 高利润 高分红 同时呢 该公司目前股价低于市业 PE估值不足3倍 所以相对于银行股呢 也是属于一个 高度有弹性的品种 好 一起报 业绩大幅增长170%之后 后市表现如何呢 大家用手机 微信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 领取中特估 产业龙头 精选名单 好 今天资料 围绕中特估 下一步的行情机会 我们选择一些业绩优良 股价处于低位的品种 观众朋友需要的话 用手机 微信 扫码 即可以领取 好 以上是最新的分享 谢谢 每一段历程 都拥有独特的生命力 不跟随 也可风华万象 不怀疑 学会欣赏自己 专注 坚持 打造属于自己的故事 岁月不败风华 经典力求明星 老凤翔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大家好 您对目前的投资 还满意吗 有没有跑赢存款利率呢 没关系 今天只要扫描 屏幕上的二维码 我们都会送出一份 2023股市投资指南 或许能帮你找到适合当前家庭投资的方向和机会 同样的资产不同的配置 日后效果会大不相同 80年代 摆摊就能赚钱 很多人没事 90年代 买个认购证就能获利 很多人没买 00年代 买房就有收益 很多人不敢 抓住时代潮流 可能就抓住了时代的机会 2023年的机会在哪里 如果你还不清楚 不妨扫描屏幕二维码 领取2023股市投资指南 拿到手去看一看 当前哪些方向值得你来投资 今天这份2023股市投资指南 或许告诉你 未来有爆发潜力的机会 与其感叹一直措施良机 不如现在就行动起来 立即扫码 领取这份2023股市投资指南 给自己一次机会 90年代 收获是一份仪式感 珍贵却少了些许便利 千禧年 收获是电脑前的专注 高效却更需要费心琢磨 后来 收获是掌监的金融图标 信息很多 答案却很少 现在 收获是贴心的服务和指导 是专业赋予的伤心与便捷 九方之头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老凤翔提醒您 好 回到节目里面来 我们还是先有李琪琪 李琪琪刚才正好说到一半 说说你看好的赛道 赛道其实今年总体来看是比较弱的 当然你刚才也说了 调整了其实比较长的时间 一季报来看 赛道其实部分的品种 其实业绩还不错 但市场确实 我觉得特别是一些抱团的品种 机构做出了一些选择 到现在这个位置怎么看 就是周末 我们看了就是 Oxia的一个股东会 其中有一句话呢 其实对我出动比较大 其实巴菲特说就是 价值投资的机会 来源于别人的犯错误 这句话你怎么去理解 就是我第一时间想到了 就是目前就赛道股 就是长期的调整 然后很多这个股票 我看适应率 就是根据一季报来算的一个动态 可能不是很准确 但是确实也是就是 比两年前的那个适应率 目前打了腰斩再腰斩 可能从三位数的适应率 目前就降到不到20倍的适应率 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我们要问就是 到底是哪方面犯了错 是不是这些犯错 是不是可以为我所用 是真正的机会 那么上周呢 就是我梳理了一下 就新能源两大赛道的 一个是离电 就是新能源车离电这条线 还有就是风光处的 发电侧的那条线 我们今天还是跟进一下 就是第一 就是新能源车这条线 今天为止就是比上一周 就是电池级碳酸离 它的价格又小幅度的反弹了 上一周我们来的时候 我说的价格是18万5一吨 今天已经反弹到20万6一吨了 那么上一周我们讲就是中油企业 在一季度去库存的周期里面 到了二季度 根据排产量来看 根据他们的目前的库存情况来看 可能很多就是中油的龙头企业 它的库存不足五天 也就是二季度根据排产计划来看 肯定就是中油企业 电池企业 肯定会去做一个像上游的补库存动作 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就是碳酸离 在整个今年以来 就是一个快速的 从40万以上快速的下滑到十几万 这么一个过程当中 到眼下我认为 其实根据供需关系的一个倒转 然后根据目前海外 就是澳洲过来的铃矿 目前的价格还是倒挂的 还是30万以上一吨 国内现在还是20万6 可能已经小幅反弹了几万块钱了 那么我认为就是在二季度应该会发生一个事情 就是在企业层面 其实景气度已经止跌其稳了 但是呢股价却依然是处在一个背离的状态 这里我其实想问一下 那财报会不会再晚了一个季度 有可能 但是呢就是我们还要讲一点 就是我们最近看到就是像特斯拉开始涨价了 对 就是今天我看成联会的态度是认为 就是整个一季度的价格战到可能是一个花上句号 就是成联会的一个观点 那么受此影响就是我认为就是今年 之前市场给出的预期是新能源车今年的增速 会有明显的一个下滑 但是这个下滑我认为也已经体现在了股价的折让上面 所以在目前的就是视角来看 我认为在新能源车这条线上 我更看好的是就是目前上游的离矿止跌之后 中游补库存所带来的一个就是整个供应链的先是上游复苏 最后传递到下游的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从目前主要的股价上来看 我认为也已经充分的体现了之前预期的离孔 而目前到了一个比较低的 然后可能是处在一个扭转的一个位置上 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个视角去看待这个问题 第二呢就是在发电侧 风光处的发电侧来看 就是目前其实整个风光处这条线 基本面上唯一的问题就是 可能大家比较担忧的就是产量扩张的比较快 下游的需求可能没有那么快 导致可能是不是整个产业内会发生价格战 但是我们看了一些上市公司跟市场的交流 就是公开平台的一些交流 其实大部分公司的回复都是比较理性的 就是他们认为就是目前产能的扩张 并没有落实到G7的产能上 都是远期的一个扩张 然后在眼下这个时间节点 目前很难去判断就是是不是严重的供过于求 所以今年我认为就是 根据目前这个很多企业在产业上做的一个动作是有上游资源的企业开始做一体化的动作 那么我认为就是目前在这个时点来看也是如果你是掌握上游优势价格资源的像硅料 如果你是掌握的话 这些一体化的企业可不止同为一家 大家去仔细挖掘一下 可能我认为会在后市当中产生一个明显的竞争优势 因为整个产能扩张的过程当中 唯一无需担心的就是 第一你手上是有先进产能 你技术上是领先的 第二你是有成本优势的 那你不用怕这个对手的产能扩张 你始终有成本优势的话 你不赚钱别人一定不赚钱 我觉得你其实刚才说的两条线 我觉得大家可以更一下 一个是整个新能源跌幅很大 刚才提到了新能源车是先看上游 上游到中游 然后整个光伏更多的是要看 有没有技术或者一体化的一些企业 我觉得这些股价有可能很多已经在反映基本面 不过我是这样想 我们的市场有时候会 市场就是市场先生就是癫狂的 所以我刚才问了一句 什么时候可能在财报上会有落地 我觉得可能要市场在等财报 就是你财报出来 利空释放完了 然后再来做反应 也有可能 或者等到财报某些角度 但是对于企业来说 大家可以开始跟踪一些 张玉磊对整个新能源要不要做一些交流 我觉得整个新能源 就过去三年的新能源的高景季度 已经过去了 因为它的一个行业的高增速 已经不能再维持下去了 因为其实我们从新能源的 它起点是在2019年 所以来说整个行业 都没有处于亏损的状态 2019年天气里也是巨亏的 那么但是大家看 当时2019年年底发生的一些事情 就是特斯拉的上海超级工厂 提前竣工的 然后把整个产业链都带动起来 严于向盈式的 那么我们做投资的话 最看重的就是它未来两年 哪怕现在的亏损 它未来两年能不能带来稳定的增速 稳定的现金流 这两年我们也已经看到了 但是这从现在开始的话 我觉得任何行业都逃不出一个循环 就是刚开始的话 就是供不赢求 然后是补库加补库存 然后到高位的话 整个一个供给需求 开始一点点从高速出现一定的萎缩 但这个时候的话 企业没有发掘 它继续再加大产能 但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会发现产能越加越大 但是它的需求会越来越少 直到供大预求产能过剩 但是这个过程有很大的隐蔽性 因为我们就像现在 我们看到很多新人员企业 增速即使是赚钱的 增速依旧是有的 但是增速在回落 回落 而且这种回落很隐蔽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像比亚迪 比亚迪的话 它第一季度是赚了40亿 但是我们如果说你同比 它增长了四倍 但是如果你环比比较 去年第四季度它是赚了70亿 也是说单季度来说 它的利润是在减少的 但是我们促看一下40亿 很出色 增长了四倍 但是四倍的增长 你是跟去年一季度比 因为在去年的二季度的话 新人员政策 优惠政策出来了 也就是说它后面有爆发式的量 但是你就算跟去年 比较差的第一季度比的话 也就是四倍的增长 比亚迪去年是赚全年赚了166亿 那你如果说一个季度40亿出算的话 乘以4也就160亿 那你想想现在你去看四倍 到年底有多少的增速 我觉得今天两位嘉宾 在新人员上其实是有分歧的 一个是用更大的周期的角度来看 特别提到了一些上游的企业 最惨淡的时候是 18年以前都是亏损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 那真的要亏损的话 那时间还长 李奇奇更多的是 从目前的行业的高频数据来看 认为高频数据其实反映了 行业在第一轮调整以后似乎有止跌 我觉得这就是市场在调整的过程里面 最后需要验证 这个验证的 所以我刚才提到一个季度到两个季度 我觉得二季报和三季报 可能是今年对于新能源板块 比较好的一个验证期 或者在行业内部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验证期 很快再有两个月 马上就会到了一个验证期 大家可以观察 最后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投票结论 今天的投票结论非常的精彩 昨天大家还记得 昨天我们的投票是继续上涨的 占百分之六十八 看跌的百分之三十二 今天正好反过来 今天的投票是开启上行选A的 中字头快速拉升以后 有调整需求的 就是看跌的 今天是百分之七十 人能上行 中特估人是近期做多方向的百分之三十 这就是市场 一天之差 昨天全面看好 今天全面看淡 我们来看看明天的市场会怎么样 最后对于短期的操作 两位嘉宾给一些建议吧 李七七对短期操作有什么建议 短期其实像我这个风格 就是不太爱追高 就是哪热门 我们首先是持怀疑态度 就是我们还是宁愿去做一些左侧的 就是埋伏 然后其实我刚才说到赛道的问题 其实结论就是 目前它的潜在收益率 我认为是很高的 但是短期可能就是 跑会跑输市场 但是毕竟就是 如果你看机构持仓的话 像新能源 像消费 它依然是处在机构持仓的 第一第二大仓位 就是目前就是你看好 其实还是大有人在 就是大家短期对于K线 就是趋势的 新能源的稳定器 便利系统的充电宝 储能 会看作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的重力支撑 产业化发展之路 将面临哪些挑战 又该如何突破 你听说过什么是树子乡村吗 我没有听说过 它是一个官嘛 所以我就all in了 在元宇宙的大树养成后 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缺钱 缺人才 缺流量 你不去拥抱树子花 你永远是在落后的 那我心里想开开 还是羡慕那个农村啊 我也选择来乡村开了点 一定是南海 工业的这个平台 让我自己概念 就像酿酒一样 未来的乡村 我觉得是我们年轻人的天下 从脚下的大地 到头顶的星辰 从幽爱的立足 到广浪宇宙 从十一年